虽莫年终回顾这一年 小猪罗志祥可以说是超级大丰收 光是这个跨年业呢 他要灵感三场 这三场让他轻松进涨一千两百万 而这些年来他多元化的发展 光是演唱会跟商演 零零总总加起来 今年收入超过五亿五千万 宛如一个活动的印钞机 小猪罗志祥热力开唱 让台下粉丝还半天 小猪罗志祥跨年不缺席 将会从高雄开唱 接着一路往北 最后更首次到台北担任压轴 连唱一个小时不间断 此外罗志祥今年还调涨价码 从原本的一场三百万 涨到了四百万 连赶三场下来 一千两百万轻松入战 除了跨年光是尾牙 也让罗志祥进涨不少 尾牙目前接的还蛮多的 蛮多大概一个数字 不好意思说 场次多到害羞不敢说 就了解罗志祥一场尾牙下来 五首歌三十分钟四百万就如带了 可以说是超级印超级 另外广告加上商演就赚尽了五亿元 演唱会十九场也吸金了五千七百多万 唱片版最悍血真集 也有三千两百万元进账 最后再加上八十级的主持费 罗志祥总收入从去年的三点三亿 直线飙升高到五点五亿元 整整多出了二点五亿 可以说是大丰收 罗志祥抢前不手软 即使先前有负面新闻出现 但依然不减他的人气 荷包还是赚满满 中间新闻陈世宇台北根本报道